农村小哥剪石头 粉丝发了一块这种石头啊 看这个外表的话 应该也是戈壁摊上面剪的 然后它有红色 有点像新间的一种叫红衣丁的石头啊 但是好像这个又不太像 反正搞不懂了 今天给它切开看一下里面 到底怎么样的 粉丝打算做手镯的啊 然后从表皮来看 它有一些红色的血丝啊 一条条的啊 很红哦 如果切开里面出现大面积的红色 做手镯的话 还是很牛的吧 从外表来看 基本上没有力的表现啊 我们给它切开 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的 石头刚给它切了一刀啊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飘了一条红色的 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这个声音有点清脆 这条红色的地方还是蛮有看点的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它有一坨沙烟 很奇怪啊 就这一坨 然后其他的地方它又没有 主要是它这个白色的有点不好看 粉丝打算做手镯 这种不知道做手镯好不好看 主要是它飘了这条红色的花纹 如果做镯子的话 应该也还是可以的 两边都是啊 有一个地方有杀眼 如果做手镯的话 还是可以闭的 我们打个灯啊 没有透光了 一点也不透 这种也不知道属于哪一类 硬度还是可以 密度的话 从这个切面 跟这个声音 也可以判断出也是很高的 还是粉丝拿意见啊 如果他说做手镯 咱们就帮他做一个 这个抛光的话 应该光泽度也比较高 因为它这个硬度也很高啊 好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